在尔湾近3000尺的连排别墅你见过吗? 而且是准大平层的设计 客厅、卧室、阳台 还有室内的大活动室和大阳台 四面都跟其他的房子不相连 现在视频里看到的是这个房子的厨房、饭厅、大客厅 还有其中的一个阳台 这个是小阳台 整个房子分为三层 一楼是车库跟别人相连 那么二楼是整个一个大平层 包括他的阳台、客厅、饭厅、厨房 还有他的洗衣房、卧室、卫生间都在这一层 而且这个层高非常的漂亮 这个房子屋主几乎没有住过 所以家具、家电都是全新的 而且很多都是带着标签的 这个是位于厨房的一个大的储物间 而且除了厨房电器之外 包括它的电视 甚至洗衣机、烘干机、冰箱这些都是带的 这里是洗衣房、洗衣机、烘干机 一排的橱柜 还有它的水盆 这里是客人用的卫生间 在卫生间旁边有一个储物间 这里可以挂衣服 还有放一些东西 同时这个房子可以步行的去学校 去用职会所 这里是主卧的一个照片 这个视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拍上 这里是它的大的卫生间 带浴缸的 而且这里是主卧的大衣橱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另外的一个次卧 两间次卧共用一个卫生间 这里每间卧室的面积都不小 因为整个房子是有2892尺 也就接近3000尺的一个面积 现在咱们看它两个卧室共用的卫生间 就是这里 然后这里面是有浴缸 和占玉一体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房间的各个方向都有窗 所以这个房子住起来非常的舒服 你看它这个大卧尺 面积都是不小的 接下来咱们上三层去看一下 看这个大层高 还有这么多大窗户 三层是这样的一个室内的空间 打开窗帘 外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阳台 巨大的阳台 而且这个阳台是有顶的 所以就避免了阳光晒的问题 并且屋主也为这一层配了全套的家具 还有酒柜 并且还有橱柜 连这个电视机都已经装好了 最后咱们再去看一下这个车库 标准的双车位的车库 这个是位于一层的 这是一个拎包入住的房子 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单独问我 谢谢